騎車真的要小心 桃園大溪就發生了山路 機車重衰意外 這名機車駕駛呢 這騎士他車速過快了 這樣壓車他重心不穩 直接撞上山崖邊的護欄 車身幾乎全毀 人也差點掉下懸崖 行車記錄其拍下彎道上 機車一路狂飆還不停壓車 突然意外發生 碰的一聲巨響撞上護欄 昨日上午 本分隊 燉員 接貨 報案 處理一起 機車直撞安全 擠壓 送醫 緊右腳 輕傷無生命危險 騎士猛催油門不停超車 就算一旁就是懸崖 絲毫沒有要減速的意思 結果一個重心不穩 閃避不及 機車撞擊護欄倒地 翻了一圈 車身全毀零件噴散四周 幸好車子往內側翻 後方來車也及時閃過 沒有造成更大的傷害 要是翻了另一側 人就會掉下來懸崖 後果不堪設想 常常這樣 標車這樣好 我們可以先緊 所以我們這邊都要注意 怕被撞到 居民抱怨這邊路面彎度大 喜歡標車的騎士 喜歡來這裡找刺激 不過彎度標速實在太危險 不僅差點把命給標沒了 還危害到他人安全 記著王小華桃園採訪報導 在路面彈 後方高 有等級賣